他是个超级变态 只要见到四五岁的孩子 无论男女都格外兴奋 然而就在这天夜晚 男人将回家的女孩拖进了游乐场 不仅囚禁多日 甚至实施了惨无人道的侵犯 可就因证据不足 男人只判处了六年的有期徒刑 多年过去今天是男人出狱的第一天 他便来到女孩的家中 表面是前来求的女孩父母的原谅 实则却是想实施一场更大的阴谋 女孩父母见到男人很是气愤 仇恨的新驱使父亲就要与男人同归于尽 好在母亲拦下才没酿下惨剧 其料转天女儿便失去了消息 原来母亲收到了一条女儿发来的短信 当母亲打过去的那一刻 电话那边早就已经关机 父亲迅速查看女儿手机的定位 发现女儿正出没在变态男人家的附近 夫妻二人再次陷入了恐慌 难道女儿再次惨遭不测 焦急万分的父亲 拿起一把匕首不顾妻子的阻碍冲出人群 妻子生怕丈夫犯下大错 他便立即联系了警察 他详细地将女儿失踪的消息 讲述给了接线中心 经调查警方才得知 失踪的女孩正是几年前的受害者 并且发现女孩此时 手机定位出现在变态男家附近 消息一出警方兵分两路 一对寻找女孩下落 另一对赶去男人家中 与此同时女孩的父亲 先一步赶到了变态男人家 打开门的那一刻 女孩的父亲开始四处寻找自己女孩 可寻人无果后 女孩父亲便激动起来 扬言如果不交出女儿 他一定会让男人偿命 男人则一脸茫然地表示 自己从未出过家门 并且屋内的义工完全能为自己作证 显然他的说辞 女孩的父亲完全不信 当警察赶到时 男人已经在女孩父亲的匕首下 无论警察如何劝解父亲 他都丝毫没有要放过男人的意思 突然电话内传来了消息 地铁站附近出现了女孩的身影 并没有在变态家附近 警员立即将消息告知了女孩的父亲 但此刻旧女心切的父亲丝毫听不进去 突然老崔鸣枪视材 他劝阻女孩父亲为这种人渣犯错不知道 并且承诺一定会把女孩安全送回到他的身边 就在几人僵持不下时 对讲机内传来妻子和女儿的声音 原来变态男出狱当晚 女孩就再次陷入了痛苦的回忆 庆幸母亲及时出现女孩才平复下来 可听见游乐场的音乐后 女孩再次抓跑 他为了能把男人再送进监狱 才上演了这出走的戏码 而见女儿没事的父亲也放下了笔手 令人惋惜的是 女孩的父亲因此也被警方抓了起来 得救后的变态男感谢老崔的救命之恩 并且宣称自己就是想求得受害人家人的量体 但老崔却根本不相信他们感谢规则 当老崔走后 女警便帮助变态男清理伤口 但男人的反应却很不寻常 男人的说辞很快引起变化那边严真的注意 严真的立即让老崔在房间内寻找是否有鼻炎药物 但老崔除了发现一些消毒水 根本就未发现任何有关治疗所说的药物 这让严真起了疑心 很快找到的女孩被带到了警局 她不仅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 甚至说出今天就是故意出现变态男家的父亲 只为能让她露出马脚成功被抓 然而当时间的流逝 女孩母亲突然发现 自己完全错过了接儿子的时间 打电话去幼儿园才知晓 儿子没有等待母亲就自己回去了家中 与此同时 严真在警局内听到一丝吵闹声 顺着声音严真来到了审讯室 屋内正是身在变态男家中的义工 他正在埋怨鞋子沾染上了泥土 一个患有鼻炎的人房间怎么会有泥土 严真疑惑了 突然他才恍然大悟 变态男的反应不是因为鼻炎 而是因女警身上的味道 原来他此刻变态到只喜欢幼小的孩子 因此女孩已经不再是男人心中所好 弟弟反而才是他真正的目标 这着实令严真与老崔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严真立即找到男孩母亲询问孩子近况 才得知男孩最近特别喜欢画关于小丑的图 姐姐仔细一看画中出现数条蛇 这顿时让姐姐明白这个小丑正是所谓的变态男 他哭诉哀求严真一定要救出弟弟 不想让弟弟尝到自己那种非人的虐待 与此同时 老崔也回忆曾在变态男家中 看见他曾扔过一片沾有颜料的纸巾 其料当大批警察开始搜索男人下落时 男人早已经身穿小丑服拉着一个神秘的箱子 来到一处荒废已久的楼房内 打开箱子果然里面装着虚弱不堪的男孩 男孩吓得不知所措 嘴中恳求变态男放自己回家 他为男孩戴上假发穿上裙子 完全不顾男孩的恐惧 就要剪掉孩子所有的指甲 就当剪刀放在手上的那一刻 门外传来警察的呼喊声 但不幸的是警察找到的并不是那个房间 而警局内的姐姐突然想起 弟弟曾经怕他再次出事 送给他一个玩具手法 但因当时他心烦所以就无情地甩开 从此男孩便一直戴在手腕上 得知此消息 严真立即告知老崔 老崔似乎找到了一丝希望 为了救下孩子警员们拼尽全力地呼喊着男孩 然而这着实惊吓到了屋内的变态男 他拿出药物强行地将男孩再次迷晕装进箱子里 就在男孩奄奄一息时 他暗动了手法 手表发出的声音迅速让严真分辨出来房子的位置 很快老崔按照严真所指的方向走去 打开房门的那一刻 男人无耻露出一丝邪笑 老崔则愤怒地一脚踢了上去 就在老崔解救孩子时变态男冲出门外 很快被赶来的警员团团为主 变态男本想利用匕首逃脱 但愤怒不已的老崔却不再给他机会 如果你此刻也想买辆车 但不知道怎么选的话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打开懂车地手印 点击排行榜每月的汽车销量降价等 保单任你查看 车好不好 让汽车真实销量数据说话 买车选车不迷茫 解决男人后老崔急忙观察男孩的状况 然而孩子醒来的第一句话 就是担心姐姐的安危 男孩的董事着实令老崔心疼 变态男成功被抓后 警局内的所有人都为之兴奋 严真也来到男孩父母的面前 告知了孩子被救并无大爱的消息 又为抓捕孩子父亲而感到歉意 这一消息让一家人喜结而泣 而被抓的男人仍然死性不改 宣称只是陪男孩做游戏而已 他的态度令在场的警员很是气愤 老崔以队长的身份则支开了所有手下 随后递给男人一瓶水 变态男本以为老崔就此放过自己 然而下一秒 音乐内的一家人也在为男孩高兴 而姐姐却因自己的鲁莽很是自责 当他来到走廊外 那个让他惧怕的音乐再次响起 几番挣扎后他终于放开了紧张的双手 此刻他突然释怀了 觉得只有一家人幸福生活在一起 才是最重要的 就在女孩起身的那一刻 本片告一段落